我去趟卫生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老大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很忙 没有时间 希望你长话短说 短话不 算你下班 双信 这有点不太够意思吧 双信 老大 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说吧 你说如果女生突然发火反悔 说出去的话全部推翻不承认 而且还脸色蜡黄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是什么病啊 没病啊 扣你实心 就是没病啊 你不会这么大个总裁 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什么 她姨妈来了 锦西没有姨妈 老大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逗我玩的 女生心慌气短 挨发脾气 碰不得摸不得 不就那几天了 贺锦西 贺锦西 我实在没有力气 我只跟你吵架 让我好好躺一会儿吧 需要我帮你吗 你帮我 怎么帮 我胃痛的时候 你照顾我了 现在你难受 我也应该照顾你了 等我家 这个怪人 我的样子 他又要做顾好 我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用了 所以我把家里面能找到的东西 全都买过来了 这么多 我跟网上说 这些东西都一定要 放肚子上 虽然最有用的是纸图片 但是为了身体着想 还是别说 没有想到 不可一世的花言总裁 还懂得这些 当然了 虽然我没有怎么照顾过别人 但是这些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还是懂的 对了 刚才 在厨房烧了些热水 听说 在里面放些姜片 会觉得暖一点 我放了几片 加了咸红糖 来 尝尝 好 对吧 我还可能 疼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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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片 辣 是糖封上了吗 怎么了 太多了吧 好 有 有多了 那我还是重新给你烧一壶吧 别麻烦了 就这样吧 来 怎么样 怎么样 谢谢 来 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在吃饭呢 西西呢 小梅啊 赶快叫西西过来吃饭 不用了 奶奶 西西她不太舒服 还在休息呢 西西生病了 快去请医生啊 也不是这么大病 休息两天就好了 两天 可是今天你不是还有慈善晚宴 我一个人去 奶奶你慢慢吃 那我回房间了 这我回房间了 就要不要 好好学习 够了 你 看到你 我去 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